在上一讲中,同学们跟着我做了一些实践操作 如何去新建项目,如何运用这些工具 但是如果直接开始编程 代码为什么这样写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返回值格式 都会很迷糊,很困惑 所以我就需要在这里面穿插一些理论知识 对,理论知识 你听到理论知识是不是同学们就有点想睡觉 但是理论知识还是必须学的 我们先听一点理论知识 再实践,然后再听一点,再实践 不要睡觉,不要淘化 我们把这一节完完整整,认认真真的听完 这是入门的入门 说到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Keynote吧 在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架构 比如说,你在构建一个基础项目的时候 最基本的一个架构是什么 MVC对不对 Model for you 那么同样的 在设计API的时候 我们同样需要满足一个架构 正因为有了架构 我们才知道 哪一块属于哪一块 代码应该在什么位置 放就合适 所以,我们今天这节课就专门来讲一讲 API架构中最经典的一个设计 名字叫Rysterford Style 那这样一个架构设计是由谁提出来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一个叫Roy Thomas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博士 这一篇论文是在2000年的时候发表的 他当时阐述了自己关于 网页应用的一些架构的构想 还有一些HTTP和URL标准的一些原理 Roy Thomas博士 他是HTTPURL 甚至是API伺服器的主要开放者之一 所以他写这篇论文 也就真的不是 真的顺手发一篇了 这篇论文虽然发于2000年 但是对2004年、05年的Rysterford发展 起到了极大的 学Rysterford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词 叫Ryster 对,Ryster,Rysterford 是一个东西 2007年的时候 Rysterford的战场 李坤和他的几个朋友 就主持了这篇论文的翻译 所以这篇论文其实是有中文版的 英文版啃起来非常吃力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中文版 但是他的中文版 也有80多页 所以 同学们不要睡着了 有能力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中文版 真的是 受益良多 启发巨大 至少我看的语言文过后是这种感觉 真的很佩服 要不起的人 醒一醒 睡着的时候 醒一醒 我们讲下一个知识点了 什么是Rysterford Ryster Ryster是三个单词的组合 Repression State Transfer 什么意思呢 这三个单词合在一起 表现成状态转化 好 同学们跟我再练一遍 黑化肥 灰灰花 表现成状态转化 就是这种很拗口的感觉 那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它包含了三个点 第一个点是 Resources 资源 第二点是 Representation 表现成 第三个是 State Transfer 状态转化 那好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它们究竟是什么 Resources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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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条信息 它是一个具体的信息 什么是具体的信息呢 就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那边 有个动物在跑 这信息具体不 不具体 动物 什么动物 那边 那边 有条狗在跑 你瞬间就明白 哦 那边有条狗在跑 有点意思 所以 这里的资源 它是具体的资源 比如说 它是 一个网页 一首歌 一段视频 或者一段文字信息 它都可以称为具体的信息 那这样的信息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的特点是 对应特定的URI 啊 有同学会问 老师 URI什么玩意儿 这里的URI啊 通常只网址 同学们应该有这样的经历 比如说 我要下首歌 会给你http 什么什么什么 点MP3 对不对 然后 要下个视频 什么什么什么 点MP4 当然 每一个具体的信息 它肯定都是有特定的URI 去指向的 这是我们肯定都清楚的 包括一段文字信息 它就是都有对应的URI 这是资源的一个特征 好 我们看下一条 Reputation 资源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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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非常好理解了 举个喜闻乐见的例子吧 比如一段视频 可以是MP4 它也可以是.AVRI 它也可以是.AVI 都是视频 但是它格式不一样 再比如 这个例子 就稍微艰难一点的 一段文本信息 它可以是.HTML 但是它也可以是XML的格式 它甚至可以是.JSON格式 是不是都没有问题 这就是资源的表现形式 一段信息 多种化表达 多样化表达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状态转移 状态转移是指 HTTP的请求方式里面 有很多种的请求方式 但是我们定义这样四种 GATE的请求方式 我们认为它是用来 获取资源的 而POST就是用来创建 PUT呢是更新 而Delete呢就是删除 把四种请求方式 分别对应到 增三茶改里面去 这就是状态转移 讲到这里 肯定有同学会问了 老师 你这讲啥呀 跟代码有什么关系啊 看上去好像 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 马上就有关系 来 回到我们 之前 的 demo中去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 我们之前的那个demo 真是利用怀念了 我们可以先想一下 我们刚才都讲了什么 我们先讲了 资源对不对 资源 在我们之前的 这样一个例子中 资源是什么 是这样条信息 OK 它就是资源 是需要我们去返回的信息 在以后的编程中 有可能 你的资源 它是用户的登录信息 它也有可能 是大量的帖子 也有可能 是很多条微博 但它就是这样一条信息 它就是资源 在我们的代码中 就是这样 好 我们再回忆一下 我们讲了什么 表现形式 表现形式 我们在代码里 哪有空子呢 format.json 那我们可不可以换其他的呢 可以啊 format.xml 那我们还可以换文本 txt 都可以 这就是表现形式 那我们还讲什么呢 还讲了状态转移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我们的状态转移 是get 那我们有其他的方式 去实现我们的状态转移吗 如果 阿康所说的 我们现在是要 创建一个test 那我们就应该用post 那如果我们要 更新呢 put 然后呢 删除呢 delete 那好 这就是状态转移着 我们代码中的实现方式 是不是跟我刚才讲的理论 非常的契合呢 没错 你在这里定义好了 服务端的状态过后 客户端就按照这个状态走 当然 get post put delete 这四个请求方式 它并不是强制要求的 比如说我要获取数据 我可不可以用post去获取呢 可以 没问题 但是 不推荐 鞋代码也是这样的 我们要保证一种风格在这里 一种规范 所以说 可以 但是 不推荐 除非 万不得已 好 基础的理论支持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下节课 我们将结合 具体的设计 和具体的案例 来给同学们讲一下 一个接口 怎样写 是最合理 最高效的 是最高效果的